大家好,我是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大伙观战来观战一把狼队4K小果冻前锋 欢老师的话心理杂技加油拆,面对的是蜡巷师 他们现在4K充分就是这个阵容,不变的,这是一套万机有的阵容 我之前的那个观战当中也给大家讲到,就是这套阵容能修能打 然后心理学家呢,之前欢老师可能会打一个调酒 能修能打,然后也能溜,硕士快也能溜 真能溜的动,这个阵容非常的万机有啊 其实大家是可以操作业的,就是如果你们4K准备充分的话 我觉得这套手也蛮不错的,它操作的要求也不是特别的超 然后能溜的动,这边的话这刀是打中了 那这样的话这边487的这个杂技可能不太溜的动了 不太溜的动了 后续的话这边稍微补一点蜡 就看这边的蜡能不能完全躲掉了,讲道理比较难吧 这里蜡89 呃一波减速,但是这个身位上面感觉蜡好像还是能喷到吧 一百,好,一刀弹 一分15秒的击倒 要是普通人呢,我觉得,哎呦这才是个地下室 要是普通对局呢,我可能会觉得这个阵容把蜡像石 应该是蜡像石那个宝瓶真圣 但是他们是狼人 狼人他也是人呢,他不是狼神呢 撞 这波球撞的真的很快,很帅,我甚至都看不见 呃,这的话,先就一波出去再说 这里前锋的话,打一刀前锋 那这样的话前锋会不会吃双倒 因为这边之上有90多的蜡 再拉球 呃,这的话丢个蜡快,补上 杂技的话,这边是倒二楼 但前锋这边的球不够啊 前锋这边的球不够,这边吃一波移情 然后前锋再来打一波架 也不是说不能打,也不是说不能打 这里,但打一波我觉得意义不大 因为这边前锋吃完移情 说实话,他这个过来撞的一个时机点 就最好的,黄金时机点就已经错过了 而且呢,你真的去撞一个蜡相尸 即便是你买雪蜡在这边,你撞到他 他如果有机会打你了,他到二阶 球者这边的话也不太好说 这个前锋也可能会倒 这边而且还封了一手密码机 那对于球者来讲,应该是饱不活这边的杂技了吧 这个想要饱活杂技,我感觉挺难的 算一下机子,算一下机子 现在的话,球者外围的两台机子 都是超过50%的 这边人挂飞,以后应该选择直接传送了 好的,传送落地 这边是邮差,邮差的话 这边面对一个差一刀刀二阶的蜡相尸 我们看他的门端溜得起来,有飞轮 飞轮呢,这个东西是这样子 你打蜡相尸 你要就飞轮来顶着他那一下蜡 我觉得有点太过于困难 有点太过于困难 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那不像是鲍鱼,就顶那个鱼女的水汽 相对来讲这个还是可控的 这个蜡你不可控啊 你不太能够确定他这个蜡什么时候刚好点满 这边他骑着蜡 来,我们镜头给到 就看飞轮了 就看飞轮了 有没有飞 轮 没有 操作呢,我们是见过的 但是这种操作呢 一般来说可能打个十把 也就出现一把 前锋压着,机子还是差的比较多的 这个机子的话 现在还差一台半 看能不能排到前锋的位置了 排到前锋的位置 我觉得大致就拿下了 排不到呢 可能还有一丁的说法 但是即便是打成一个三人开门战 蜡像尸 这边手里面大概率是会有一手传送的 他又是一个带挽留的 所以局上面来讲 我觉得还是更看好蜡像尸一点 还是更看好蜡像尸一点 主要还是前锋那一刀 这边的话再丢一个蜡块蜂蜜马鸡 但好像没有封中 是没封到吧 好像封到了 要不然的话这边也不会走 这边人已经过半 那机子是铁定不够的 前锋这边要死保 心理学牙这边只能是过来先点这一台 那边的话我们先不看 我们看两台机子 机子差了没多了 前锋这边帮我们扛了 这一刀扛中的话有机会啊 因为心理学牙修完以后 他再跑过去 这里只能是用热蜡 将这边的油拆给喷了 我们进度给他油拆 油拆手里的飞轮还是没有交掉的 这个飞轮非常的关键 能不能拖出这边的密码机 前锋这边似乎是想要过来帮忙 来扛着一下92的机子 起不起热啦 起热啦 起热啦 这两个人可能都得打 密码机直接点亮 哇这个密码机亮的 前锋也拉开 油拆也拉开 再补啦 再补啦 这边的话飞轮迟迟没有交 这个飞轮是不是要留到最后 来神秀这么一刻 飞轮飞轮飞轮 心理学牙才刚开始点门 人的话椅子就在旁边 然后传送看传哪边的门 门传对了应该就有机会了 门传对了 门传对了 门传对的话应该是有机会三抓了 三抓就已经有了 就看第四抓 前锋这边的话不好说 换老师这边 灭刀 好的 还是前期节奏好 前期这个确实抓人抓的快 蜡的话 虽然说487非常努力的想去绕 去削掉这个蜡 但是每一次快要削蜡的时候 刚好就补上那一下 刚好就补上那一下 持续将这个蜡定住了 还有的就是前期的第一刀 第一刀确实打的 有点亏吧 对于那个杂技来讲 能战胜狼队 今天关上了好多把了 这是第一只 第一个战胜狼队的监管者 前后这边想偷偷的绕过来 这应该是跳个地窖吧 应该跳个地窖吧 这个不可能去救人的 救人 就算这边挽留结束了 我觉得也救不下来 救得下来也走不了 那何必呢 蹲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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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话 讲道理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过往的那个视频 就是狼队四黑的视频 所有的监管者 在面对狼人的时候 他们的选择都是以求吻为主 能保平我先保平 然后保完平以后呢 我再增下一个 就一步一步一步来 而不是会打的特别奔放的 上来就准备追刺抓的那种 好的也是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